我们来看一下这条题 这条题问我们CPU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响应我们这个DMA请求 有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总线周期 指令周期我们知道分为四个部分 取指、剑指、执行以及中断 每一个呢又是一个机器周期 对吧 那总线周期呢是指总线一次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叫总线周期 那么这条题给我们的答案呢是这个A选项 机器周期也就是在每次取指玩、剑指玩 对不对 那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DMA请求向CPU请求的是什么 是这个总线的使用权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B选项这条答案 就是说每次我总线周期使用完 我总线用完 那么我这个CPU就可以响应我的DMA请求 把我这个空闲的总线让给DMA控制器 所以说这条题呢 我和课本给的这个是有一点冲突的 那大家也欢迎大家在这条题下面 就是说踊跃的讨论 这条题讲解结束 我们可以看看这条题 我们可以看见到这个B选项的拍照 我们可以看见到这个B选项 我可以看见到这个B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